中秋節前夕 身兼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辦事處主任的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特地代表警友站到第三分局 致政中秋節禮品 感謝警方的辛勞 由三分局分局長 佟保賢代表收下 第三分局第三辦事處 來致政小禮盒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也感謝大家 我們在地方的治安 真的很感謝你們 我想大家都知道安居瑞市 一定擺在地底 那你們是站在第一線的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都很支持你們 其實也是受我公公的影響 我公公說人民保姆跟民意代表 都是要接觸民眾 所以民意代表跟我們的警察都是一樣 都是接觸最基層最基層的老百姓 所以是最最幸福 當然我是說我最最幸福 我願意出來為女婦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個就是一個緣分 那我也會跟大家一樣 跟這些警察中的一樣 能夠為大家服也是我的一個榮幸 謝謝大家 謝謝 滿滿的心意 還有他的團隊 那個把我們小區內的治安 還有交通還有的像警察工作 做到更好 來回復我們市民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好 再次謝謝我們副議長 好的 謝謝 副議長楊秀鈺認為 警察經常面臨維護治安和交通等繁重的工作 建議大家培養良好的興趣嗜好 適時紓解壓力 照顧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記者 記者 蜻松基隆報道 好